但是洪家仁今天听到这消息之后非常的不满 他们说还没有还原真相就急着谈赔偿 根本只是想息事宁人之举 他们说没有真相之前 他们不会跟军方谈赔偿 而且就算要赔 也应该由涉案的军事官负责 不应该由全民来买单 在真相还没大白之前 我们其实不会去跟政府谈这些东西 不管是抚恤或是国赔的部分 听到军方要帮家属提出1亿元国赔 洪家仁立刻回绝 他们认为真相没有还原 就急着想赔钱 根本只是想息事宁人 像网路上很多人就说 因为我们家就是要钱嘛 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他们要来谈 我们从来也不跟他谈 洪家强调没有真相就不谈赔偿 但根据监察院调查 从民国82年到102年 在军中因为管教不当 死亡的有23人 失踪的有两人 在国军史上唯一获得国赔的 就是江国庆冤案 军方赔偿一亿三千多万元 其他一律都是依照应公殉职 或是意外等条件 发放抚恤金 上回到洪家 为洪妈妈打气的军中人权 促进会顾妈妈 23年前她的儿子顾俊玲 在金门当兵时 台风天被长官要求 抢修水管不胜利弊 顾妈妈说军方以应公殉职结案 依照当时抚恤条例 只有20万抚恤金 直到近年军方修改抚恤条例 只要是作战 应公 或是意外 伤产 死亡 都能够按照伤产状况跟年资 领取抚恤金 当然是涉案的人来赔才公平 因为其实国赔也是拿我们 纳税人民的钱来赔 但是今天造成这错误的 并不是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问题 洪家人说就算军方提出国赔议题 在他们心中最需要负责任的 还是直接或间接 害死洪仲秋的军事官 国赔的金额应该由他们负责 然而这一次洪仲秋案 跟江国庆案一样疑点重重 受到媒体跟全民关注 连总统买英九也为此举功道歉 军方主动提出国赔 希望能平息风波 但是军人犯错 又要全民买单 家属 民众都反弹 天外新闻黄国军 林志仁 张子民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